3 2 1 启动 2022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 共吸引超过百只车队参赛 突出云赛式特点 智能驾驶仿真赛 信息安全挑战赛 智能网联挑战赛都在线上进行 组委会在参赛环境上 持续创新升级 加入天气 行人 车辆等元素 让线上比赛的模拟环境 更贴近真实场景 在线下进行的双制融合挑战赛 也在今天完成了全部的赛程 这次比赛的用车 都是各大车企的量产车 包括东风 长安 上汽通用50等12款车型 在智能驳车 智能行车 紧急避障三项赛事展开比拼 今天是我们第二年参加比赛 赛道选得很有趣 在难度和挑战性方面 在逐渐的加强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参赛 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 也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比赛 我们觉得这次参赛是非常值得 这次我们带来的车型 搭载了许多智能化 科技化的一些功能 也希望我们能拿一个好成绩 贴近量产车需求 在考察的项目上 组委会也选择了和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智能驾驶功能 比如智能驳车 自动巡航 车道保持等等 紧急避障的障碍物 也增加了纵向自行车 横向踏板车 移动甲车等不同模型 以及设置了不同半径的五个连续弯道 考察车辆对不同场地路况的适应性 每个项目会根据玩赛时间和玩赛质量 选出金银铜三个奖项 对于目标物的识别 在连续弯道当中的切入切出等等 这些环节的设置 那么这个辆车的表现 整个的这样的智能驾驶的水平 都跟以前比有很大的提升 表现都是很不错的 感谢观看